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明杰 昨天成交量只有880亿 大家都听看听一下 结果今天指数涨100点 指数涨100点 成交了1200亿 那我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行情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不在于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其实大家在讨论行情 无非就是讨论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没什么好讲 对不对 大家都在讨论压力在哪里 什么五日现在来 我跟大家讲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就不用讨论了 请问现在指数来到这个地方 在大涨 就算在大涨 你也得买对股票 你才有可能赚钱 所以请问现在在指数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什么股票 还有别人不知道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操作最重要的重点 未来操作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还是一直秉持着这样子的观念 巴菲特的观念 学会以40分钱买一块钱的东西 买一元的东西 你要怎么学会呢 你不是等他到一元的时候 你再去探讨说 这一点一元能不能追 会不会涨到两块 对不对 你应该是在40分钱的时候买 这40分钱的时候买 就像 这我先前跟大家讲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今天华宏来到29块3 29块3 那请问华宏一个月之前在哪里 来 8240 我想这个月的华宏 你看节目 应该常常看到华宏 今天创新高29块3 可是如果我们看月线好了 好月线 月线涨这样 对不对 好 月线涨这样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在上个月嘛 2月27在这里20块4嘛 这个月涨多少 涨9块钱啊 2月27在这里 这个月涨9块钱 你换成日线来看 就是涨这样 那大家都在讨论华宏 可是问题 今天华宏大涨 我不跟你讨论华宏 因为我要跟你讨论的是 未来涨幅会比华宏多很多的 不是华宏不好 而是还有更猛的 真的还有更猛的 来 这个华宏接下来到这里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要争论 没什么好争论 其实就这一天嘛 一个月前嘛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我跟大家讲 这叫华宏 隐藏版的OLD5 跟他讲隐藏版 就说大家都还不知道的 的东西 他高获利高净值低股价 对不对 中股多元素三年新低啊 当时多少钱 来 20块 20块 对不对 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上个月华宏的笔记啊 这里面有什么 这里面有告诉大家 有标股 你知道我的个性 我不喜欢买很多档 很麻烦 对不对 你就买个一两档就好 对不对 买个一两档就好 折叠手机概念股 隐藏版OLD 老师什么叫隐藏版 隐藏版 隐藏版就是你看都看不到 听都听不到 想都想不到 然后他高获利高净值低股价 最近有一两股价叫8215 叫明基材 为什么明基材压回 因为明基材已经涨很多 为什么明基材压回 因为有人比明基材更划算 比明基材更划算 净值比他高很多 获利比他高很多 股价比他更便宜 就是啊 就是啊 老师 猜不到 那一个月球跟大家讲 对不对 8240滑红 现在其实很多消息都没见报 没见报我就不讲了 反正都长这么多了 都长这么多了 好那 其实我跟大家说的一个是 你想想看喔 一个月前我跟大家讲的股票 这个四成的不算多啦 好 涨更多的都有啊 对不对 威胜也有啊 对不对 威胜也这个也不止四成吧 二月份在这里啊 二月多在这里啊 这也不止四成啊 对不对 滑红啊 但我今天不会跟你讲滑红 因为今天滑红的成交量大了一点 那威胜的量小一点 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好 比较特别的东西 好 就是下个礼拜有一个连续假期 然后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威胜的资讯 威胜的资讯 我希望 大家可以买一些 就是 消息都还没出来 消息都还没出来 就像这个 波段操作就像神话故事嘛 听过的人多 见过的人少啊 对不对 我们是在二十四块钱买威胜 对不对 在节目上跟你讲很清楚 那现在呢 你又讲很奇怪 老师 可是你这个威胜喔 赏户都不买 来 威胜赏户都不买 那为什么你们要干好 这就是重点啊 对不对 绿色是总股东人数嘛 对不对 红色是特殊筒码嘛 那 总股东人数都不买啊 老师 散户都不买卫生 那你们 为什么你们要买 其实我觉得 未来找上去之后 你看到那个价格 我问你 什么样的价格 你会惊讶 什么样的价格 你会惊讶 来 这是 最近的新闻 博敖台商的声音 AI取代8亿人 AI取代8亿人 博敖亚中论坛 2019年3月 26号 29号 就现在嘛 3月26号到29号 在南海举行 那 作为唯一台商的代表 威胜董事长 陈董事长表示说 未来 未来 在2030年 他这个搞不好保守一点 会有8亿的工作会被取代 会被取代 会被人工智慧给取代 那这个是在博敖台商声音 这里面提到唯一的台商代表 还记得过去 每一次博敖论坛 我们台湾的新闻台都会报道 今年没有报道 为什么 因为作为唯一的台商代表 因为现在能够去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作为唯一的台商代表 请问今年博敖论坛参加的人是谁呢 博敖亚中论坛 2019年 今年最新的 大咖盘点一下 来 盘点一下大咖 崔太元 名字就不念了 SK集团全球董事长 SK是台 是那个韩国第三大集团 茅台集团董事长 茅台的总市值很高 对不对 三星电子会长 美国全国商会的执行副会长 这个哲哲什么 你自己看 好 这里有个 丰田汽车 Toyota Toyota董事长 好 红色的出来了 汪雪红 崇文奇 然后呢 雷军 小美董事长 这边呢 摩根大通 什么的 印度工商联合联合会的总裁 对不对 还有一些什么数字科技的执行长 每一个来头都很大 对不对 还有下面还有一些投资公司 思路基金 还有银行 好 这个网联 中国银行董事长 中国银联股份董事长 对不对 中国企业家的理事长 好 这个 全部都是大咖 你发现里面什么 来仔细看 你发现这很有趣 作为唯一台商代表 你不要鸡蛋里面掏骨头 你会说老师 这里面有谁 有两个 他们两个是算一个 对不对 这他们两个算一个 好不好 他们两个算一个 作为唯一台商代表 这么重要的商会 年会 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大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规模 大家在讨论什么 没有人叫你买威圣 不会 谁会叫你买威圣 这威圣 没贪钱 老师这威圣 投机股 对不对 每次都把这样 威圣投机股 威圣涨上来 来来来你看一下 去年威圣涨上来 大家都跟你讲威圣 来仔细看这个 这是今天最新的 3月29号最新的 大陆的新闻 不是我们台湾新闻 台湾很多假新闻 对不对 我们就看大陆新闻就好 大陆新闻 5G有哪些空间 在博敖亚洲论坛 5G物联网的成就者论坛上面 来自于中国的 来自中国移动 华为小米威圣集团 中国移动华为小米威圣 中国移动就不用说了 华为现在未来是全球 手机是战略第一 那小米是谁 小米的股票市值多少 5000亿 最高5000亿的一个港币 威圣多少 威圣市值200亿台币不到 你仔细看 你仔细看 中国移动华为小米威圣 对不对 在博华论坛上面 中国移动不用说 华为不用讲 小米的市值是多少 最高是5000亿的港币 威圣市值多少 威圣市值多少 200亿台币不到 小米的1% 1% 对不对 老师 威圣买去 对不对 老师 威圣买去 我都不爱买啊 对啊 你都不要买啊 你最好都不要买 对不对 你最好都不要买 我下巴倒跟你讲 下巴倒跟你讲 过去发生的事情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请问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请问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过去威圣这一段在飙的时候 我只要跟大家讲 我只要跟大家讲 去年三月份 三月份里加 在这里 在这里 来 3月9号 对不对 威圣是下跌的 对不对 22块 老师 您威圣 摊几倍啊 那我怎么跟你说 我说 独家再揭秘 我们在line后上面跟你分享 独家再揭秘 你所不知道的威圣 第一次跟你分享 威圣在这里 第二次在这里 我当天跟你讲 3月9号是下跌的 对不对 然后分享完之后 来 3月12号 掌停板 3月13号 掌停板 3月14号 跟喝索一样轻松 然后再掌停板 那你回去 对不对 3月9号 我知道我叫奖停不相信 对不对 我下班上发布一下给你看 在这个地方 掌停板 再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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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0块11块 就买上来到这里 就要有继续再买 掌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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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掌停板 对不对 还不止喔 然后掌停板 四支之后休息一天 再掌停 七支掌停 那是去年 我跟大家讲过今年 今年 今年卫生会怎么样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到时候你再来看卫生 看它会是什么价格 对不对 真的啦 真的 幸福是心灵的感受 你知道什么叫标股嗎 标股是可以穿透你的内心 直达你的心灵 真正的 你真正的 你真正发自内心 我买这篮股票 我好开心喔 我都不用在乎 不用想东西想西 对不对 你想到这会做 现在三十九四涨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涨很多 涨很多不就是赚很多的意思吗 如果继续再涨呢 还有很多东西你都没看到呢 当你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我是不需要 我是 对不对 我是希望在涨上 我知道涨上去之后 你会问我什么 你会问我 我这时候半路卖掉的 我那个 还有一只卫生的朋友 是哪一只 我知道你会问我这问题 我都准备好了 在下个礼拜放假的时候 我们会在LINE好友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真的啦 这才是好朋友啊 真的 好朋友 是在跟你讲 未来会大涨股票 未来会持续大涨股票 欢迎你叫我们好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节目再回来 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延头顾 至股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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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只要涨100点 今天只要涨100点 当我认为只要涨100点 比跌的时候更不好操作 更不好操作 因为涨100点 大家都开始说 对不对 那跌的时候大家都不敢买 所以我喜欢跟他讲没有涨股票 就像昨天 昨天节目我跟大家讲 昨天节目我跟大家讲 说有一档股票怪怪的 对不对 昨天跟他讲有一档股票怪怪的 他原本持股1000张的人只有39个人 那总持有的股票是168000张 结果一个礼拜之后 他持股1000张的人变成46个人 从39个人变成46个人增加了7个人 那总持股变成182000张 那这7个增加了7个人 那持股超过1000张的人 他持股又多了14000多张 对不对 我昨天跟大家讲什么 讲你现在想的是未来的事情 对不对 未来的事情 这一档股票昨天没有涨 对不对 不好意思喔 今天还是没有涨 你一定会说 老师 今天只涨100点 股票怎么可以没有涨 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 可是你问这个问题是对的吗 你问这个问题是对的吗 没有涨的时候 就常常股票都没有涨 接受到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2392振威 请问他这里有没有涨 这是没有涨 你在这里买才能赚八成啊 你在这里买的时候 你敢买几张 一样啊 2388 老师都没有涨呢 23块呢 你要想一下这个 每一天你所看到的东西 都是现阶段最夯的 就像先前有人叫你去投资普斯蛋塔 有人叫你去投资什么夹娃娃机 对不对 结果呢 我跟你讲的是 人家大户在中押 对不对 今天还是没有涨 没有涨就不要涨太多 对不对 没有涨假设干什么 反正没有人要听啊 再讲被他转台 转台所以不能被转台 还是讲一下威盛好了 来 威盛今天小掌 威盛今天小掌 那大家问我说老师啊 这个威盛看起来没什么爆发力啊 说什么做什么AI的啊 我们都没看到他有什么成果 我跟你讲 等你看到他有成果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 真的我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什么 重点在这里 这里全部都有做 然后最终我是中国心 什么叫中国心 什么叫中国心 现在中美贸易大战 是个非常敏感的时候 现在中国他不会提什么 2025中国制造 现在不好意思跟你提 但是不代表他没有再发生了 2025中国制造 现在就是说 我们先不提 但是最新的博豪亚洲论坛里面 全部大咖云起 大咖云起 对不对 SK集团董事长 茅台董事长 三星董事长 全美国全商会执行长 对不对 这银行的全部都来 Toyota也来了 小米也来了 这里面唯独一个台商是谁 唯独唯独台商是谁 威盛 作为唯一的台商代表 威盛董事长表示AI... 我知道你看不下去 没关系 5G由哪些应用 中国移动华为小米威盛 在博豪论坛 共同探导5G的应用空间 在台湾没有涨的威盛 大家看不起它 那我问你 小米没涨之前市值多少 小米最高市值是5000亿的港币 是现在威盛市值的100A 那是威盛比的100倍 4000不可能 现在4000嘛 100倍4000 4000不可能 对不对 至少也不可能是小米市值的1%吧 还有什么事大家不知道 对不对 我跟他讲 有些事情 最重要的是关系 未来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打入中国行 台湾已经越来越少 我们不谈政治 台湾已经越来越少 今年连博豪论坛都已经没有人在跟你报导 因为唯一的台商 对不对 我上次跟大家讲 威盛的时候 来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两次威盛的秘密 第一次10块 第二次22 我都不是跟你大宅跟你讲 当时22块跟你说 江湾 仗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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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不相信对不对 回顾一下去年3月9号的故习 我跟你讲 一般人会什么做 一般人会卖掉会卖掉 这很正常这叫一般人 但是我跟你讲 赚钱的人不是一般人 你还不知道威盛 里面还有一些秘密 我再跟大家 来 独家再揭露一些秘密 而这个秘密 就是比上次更深入喔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 对不对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 好 在威盛的报告里面 对不对 这次会更深入 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事情 真的 现在时间点已经来到2018年 再过不了多久 就2020年 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崛起的速度 是以很快速度在成长 那未来中国大陆的CPU要自制 他们的显卡 GPU要自制 未来很有可能 几乎所有东西他都想要自制 那自制CPU有什么好处呢 CPU能看什么 你知道那个 假设你用电脑或什么 你用那个晶片 他其实可以窃听你耶 真的耶 那里面是会留有一些东西啊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其实是见不得光的 就像在美国 美国也是这样子啊 好像他可以监听你 那讲出好像 不可能美国这么自由国家 怎么会监听你 连美国都有可能 要监听所有东西 那你说中国呢 那请问他的晶片 如果未来自制过程当中 你是其他的悬杂人等 你进得了他的供应链吗 如果你进不了他供应链的时候 那请问威盛会只有长这个样子吗 只有长这个样子吗 你仔细看清楚喔 10块6到24块8 11.6到24块8 这是第一波喔 那第二阶段呢 第二阶段呢 会不会有你还不知道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还不知道的东西还多得很啊 你所听到的是什么 AI 人脸辨识 这个都有做没有错 不过这还不是最猛的 最猛的是 其实 你应该要再多知道一点点 来 微笑里面看很清楚喔 319号在哪里 在这里喔 老师 那没有长我不要啦 对不对喔 没有长对不对 老师319号20点了嘛 319号 欸 涨停欸 老师你运气很好 对不对 你确定这是运气嘛 319号涨停 欸 欸 319号涨停 嗯 变气现在要买 319号涨停 来 你曾经买过 买完之后跳四支了 请举手 你看 有这么难吗 既然没有你买那么多支干什么 我问你 我问你 大家很喜欢买很多支 我知道包牌是个很好的行为 就说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鸡蛋不能放在头个篮子里面嘛 我不知道哪一支会涨嘛 所以我就多买几支嘛 好 你就买这么多支了 你有买到 买完之后跳四支了嘛 跳四支是客气喔 好 这只是四支而已嘛 欸这已经赚一倍了欸 老师你仍贪一倍欸 你已经给他赚一倍 已经 这样子已经一倍了 从10块到22 对不对 我跟你想继续再买 对不对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这四支已经是别人做股票四十年 都没赚过了 这是一层喔不是七趴喔 对不对 一二三四四支之后 来休息一天再一二三再三支 然后不要落落少不要落55 真的啊不要落55啊 那今年我怎么跟大家讲 今年 在line里面 农历过年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分享什么 我说AI AI里面有什么 有威盛 我跟你讲威盛一年长一次 一次一次涨多少 来真的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在哪里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在这里嘛 对不对 二月一号嘛 是不是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五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八 二十七二十八 是不是 是不是二十八 欸什么比这好赚 好 三三 三十五 三十八 四十四十 对不对 又拉起来 又创新高 对不对 今天呢 今天在这里 我说这都不算涨 这真的都不算涨 因为你要后面才看才知道涨 这涨多少嘛 对不对 你去找寻一下 博豪论坛 参加的人 总 这些公司总 全部加起来是多少资金啊 好 凭什么台湾只有 只有 能去啊 凭什么 那说好的正商关系 如果唯独 独厚台湾 如果独厚台湾 再加上他现在所有的 他未来应该值多少钱 我提示你哦 小米的市值最高是五千亿 五千亿的港币 现在卫生的市值是两百亿台币不到 真的好朋友 不是跟你讲一些 已经大涨股票 真的好朋友是跟你分享一些 未来会狂飙大涨股票 欢迎见我们好友 祝大家周末一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